萧氏企业有限公司春节农历年前捐款10万元 而透过花联市公所社福公益整合平台 在市长魏佳彦以及社劳科长萧子卫的见证下 转赠给花联市19个里的里长 总计有100户近平边缘家庭受贿 萧氏企业有限公司农历春节前捐款10万元 透过花联市公所社福公益整合平台 依据董事长萧雄章的指定名单 要转赠给花联市19个里 总计有100户近平边缘家庭受贿 非常感谢萧氏企业每年都赞助我们这些个里 没有说全部都会跳来跳去 那里非常感谢就是萧氏 每年的慈善公益 非常感谢萧氏企业 那其实不管是在任何的节日 我想萧雄章董事长 他也是我们市政顾问的副主委 那其实在也是客家的一个大佬 在我们推行很多活动他都是不遗余力 那其实这项的一个作业已经很多年了 那尤其是在每一年的年节 他都会来捐赠 有的时候可能是捐赠物资 有的时候是捐赠金钱 然后帮助我们的一些近平户来度过难关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一个企业 能够投入到帮助我们的弱势的这一个部分 萧氏企业年前送暖 以每户一千元的善款 让未符合社福补助资格 但生活面临拮据的边缘户 暂度难关 让他们可以在年节期间购买需要的物品 及年货 获克 温馨好年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